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 这个东西 说实话 我们当时要讲的时候 我们以前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温洛斯这样一个老师 他还真是非常厉害 是温软认证的第一期认证讲师 那个讲师认证的对军人 包括现在的红帽来讲 越到后半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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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多 但是第一次讲师还是非常厉害 他有曾经听过以前的讲证犬他讲这东西 他讲这东西大概能讲过两天也就是八克式 每天四克式我们讲八克式 讲到非常详细 然后没有必要去做这种东西 我们也不想去讲 我们也不想去讲 其实我家罵我差不多 因为基本上在书记里见不到 好吧 看了翻译片 不知道是什么含义 什么意思 就是我说 在这里是不是有它的基本权限 然后来确定我们对它拥有什么权限 没错吧 那这个基本权限对应的是什么 是后续的详细权限 当我们如果需要 查我来的哪 或者是 认识一下就可以了 听懂吧 好了 如果有读取权限 就是认识的详细权限 看到了 好吧 其实LIGANS 它到最后的时候 反而是把它做了简化 所以基本上要不太简单的对话 好了 我们有这样一个了解吧 可不可以 可以了 有问题 再说一个规则 叫做全线的叠加 什么叫叠加 如果某一个用户 是这个组 也是这个组的权限 都是它的子承原权 那它的用户是什么 两个组所有权限的合 也就是说 你只要把加勒奥林吹的组 不管它原先是什么组 它最终最守的是谁 谁是权限大事 就最守谁啊 明白吗 它是权限之合 OK 这叫权限的叠加 这个东西是Windows的概念 对Linus来讲 这种东西并不明显 并不明显 因为我们的Windows Linus 并没有把权限绑定到用户组里 它不在内部 我的Linus缺陷组 是不是完全做 它这个组里的所有成员 就对系统拥有了所有权限 它是把权限绑定到组里的 但是Linus不是 Linus没把权限放在组里 而就放在了用户上 这个用户是谁 它就有了什么权限 给用户给权限 而不是温度是这样 用给权限 明白 你说什么 那么各有一个缺点 那我肯定更习惯 Linus的这种方式 OK 你们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 就Linus来讲 其实权限的底下 这个情况并不存在 明白 因为它没有把权限放在组里 OK 还有一种就是 拒绝 只要有一个拒绝权限 那么另外的拥有权限 就不允许 拒绝权限的优先级最高 啥意思 一个用户如果是两个组成员 一个组允许这个权限 另外一个组拒绝这个权限 则这个用户干啥 拒绝这个权限 拒绝和不给权限 拒绝和不给权限 还是有区别的 啥意思 我这里是不是给了允许权限 那如果我在这里选择拒绝权限 看 看 它是不是既有允许 又有拒绝 谁生效 拒绝生效 能听老子说什么 但是 如果我没有给这个拒绝 OK 啊 但是呢 我干嘛呢 看 我给它 是没有给拒绝权限 但是我从它的副目录当中 在这里 把允许权限干嘛 取掉 明白了 说什么 我把这个目录的允许权限数取掉了 啊 那它从这里继承过来的权限 是不是就消失了这个权限 啥意思 假设 允许权限和允许权限 我开 啊 能听吗 允许权根治的阻 就参征有允许权限 我开 那如果允许权这个阻 参征有拒绝权限 那么 允许权根治的阻 不能 因为拒绝权限 能听到 但是这样 如果允许权这个阻 允许权根治的阻力 这个阻力 这个阻力 对它没有允许权限 但是也没有拒绝 明白了 说什么吗 但是 英森儿这个阻力 对它能有允许权限 而非允许权根治的阻力 你听到我说什么 啊 也就是说 能有拒绝权限的时候 权限是不是就可以做一个加 权限的结加 啊 只要另外有个阻力 允许权 但是只要有明确的拒绝 那它是这个权限就是最高 它在哪个阻力部分 能听到我说是吗 啊 什么原子来说是什么 拒绝权限就先是吧 啊 拒绝权限就先 能听到我说是吗 也就是说啊 拒绝和不允许是两个概念 明白吗 不允许只是不能访问 但是说明显的不能说 明显的说 没有明显的说不允许权 明白 啥意思 取个例子 我要去牛牛 我要去牛牛 那么不允许指的是 你不买票 是不是就不让你拒绝 但是你只要买的票数就能进去 拒绝也只能是什么 不允许 不允许这种名单 不管你准备多少钱 有什么都不让你拒绝 明白你说是吗 啊 这个还是很可能 说实吧 只要一般来说 在系统当中没有拒绝性 全部都是允许或者不允许 OK啊 没有拒绝 但是只要有了拒绝 它的用线就能不能 听懂 听懂啊 有没有明显 这种 它这种 就是说这种 一个用户 带两个族 这种 有什么 特殊的意义 有这个情况 有啊 嗯 把肉侧加在组里 变回管理 比如说我要想要 只要一个用户 追求全面的权限 我要想要 十个用户 追求全面的权限 嗯 那我是不是要 如果没有用户 我说十个用户 就要我做允许 麻烦 那我去允许办法 建筑人送组 就算有允许 把肉侧加在组里 是不要拒绝的 对吧 比方便 但是要不要加在两个族里呢 看到哪个需求 这边只是说 如果有这种情况 但是并不是说 我一定要把一个肉侧 加在两个族 这种没有特殊的 没有特殊 什么情况下 一定要把肉侧加在两个族里 不是 只是告诉你 万一加在两个族里 它们之间是有叠加和 拒绝权限入线的 这种规则 对吧 所有的肉侧组 就在我们讲的这个 我们讲的这个 用户的所有组组 和所有组组组组织 它主要就是为了 管理这个建筑 OK 但是 Windows这个东西比较讨厌咱们 它不光是管理文件 我们说过 Windows是不是不只是文件 它还有什么 看 这些是不是就是管理文件的文件 刚刚这些中学之籍 以前还是选拳 是不是管理的是文件的文件 而这个是什么 管理的是不是就是文件的文件 总测这点 看到了 本节测这点 看到了 而 Windows在这上面要简单的文件 为什么 我们说 Windows有一句重要的话 还记得吗 我说过 Windows一切建立建立 所有的东西是不是都是文件 这些是文件的 不再相对了 它是不是还有一个 你会随着用户和文件的呈现 能看吗 这个其实很容易搞定 我说实话 出学者的情况下 你很容易搞定 用户既能对文件的呈现 是不是还能对 文件的呈现 还有 各位 它还不是说 你想干什么都可以 我还是说 温度是有限般的 对啥 只有它跟你列出来这些呈现 你才能强强 如果不列出来 你就算想到了 能强 完全是不可以 听懂吗 那带来的麻烦之处 是不是就感觉 其实管得起来 是立场法座 所以说 对不对 你们说 就Windows 感觉太简 手势军队是个人用户 你们用的基本能够 比如说 上上网打载游戏 其实这个东西 在人生中 如果装一个同级电脑 其实用起来也不难 看来变得上网了 打载游戏 没什么难的 但是 如果你把失去的 对什么操作系统来讲 它都不能 不行 因为它到底是一个操作系统 操作系统里面 鲜出的东西 设计的内容面是不是非常多 首先 Windows的权限 是绑在用户组里面 这是Windows OK 也就是说 组有权限 这个组中用户是组有权限 而Windows 不是 Windows是什么 全线就放在用户身上 明白 所以 对Windows来讲 如果你想把某个用户 变成管理员 怎么办 加到管理员组 对吧 但是对Windows来讲 不是 它是把用户的UID 也就是把用户的 改成管理员组 而不是把它的阻碍界改成了 阻碍界改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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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是 它是把论阻碍界改成了 听懂吗 它还是有区别的 我跟上 所以我说 其实我说 不管是权限放在组里 还是权限放在用户里 其实区别度不太大 只是放在组里多一个东西 就是什么 权限变加 所以两个组当中权限 对文件产生通常 这样一个问题 但是 如果你用熟悉了 其实区别不大 但是 Libbert最麻烦的地方 就是什么 它既有针对文件的权限 还有什么 针对文件的权限 是个文件权限 它没有把 就是说 文件权限和文件权限 是分开的 但是Libbert 在这上面 稍微考虑点 是吗 它所有东西都是文件 硬件是文件 是文件 它只有针对文件的权限 其实不能说是有奇异的 它还是有一些 是针对有命令的权限 针对和命令是否的权限 执行的权限 我们后来再讲 好吧 但是绝大多数都是针对文件 这个呢 分裂两个人 看到了吗 针对文件的 针对系统的权限 是不是就在本集策略里 我看 权限很多 那这里 针对文件的权限 是不是右线点击 然后选择属性 然后安全里面去设 各位 这是本地权限 OK 诶 强调一下 只有你的分区 是intens分区 才不拥有这个选项 如果你拿你的U盘插进去 如果你的U盘是file32 点击入键是没有的 最起码在XP里是确定的 到温期2008岁左右 它有可能强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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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 这个强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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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都可以把Windows凹死 老师说也不说 对吧 但是有个NTSS之后 其实Windows的安全线是个一定的材料 而且还是有着教育的实施 最起码它一个月的时候 只是给管理员给了所有权限 如果你要用普通的红灯 限制是非常多 原线基本能限制 能够吗 好吧 这是根据NTSS分区的权限 这叫等地人线权限 好看 好看 好 那还有各位 就文件没有 如果到文件夹了 我们看一下 这里是不是有本地文件夹了 能夹 但是这里还有个什么 你看到吗 共享 共享 啥意思 我可以干嘛 可以 我可以把每个东西录像吗 可以 共享给某个东西录 可不可以 可以吧 没有 然后呢 可以在这里干嘛 是不是设置它的权限 能看不 那我现在能够 假设 我把这个目录共享给SC 这个用户 OK 那好 我如果SC用户 对这个目录 拥有共享的权限 我是不是可以通过网络 来访问的 是吧 但是我对这个目录 没有访问 允许访问权限 SC用户对这个目录 没有访问权限 我们SC用户入进来 啥意思 什么意思 如果就本地方 我拿到计算机 直接动动 OK 只有本地权限生效 但是 如果是用远程动动 我通过两天好 网络去接打 能听到 这两个权限 全都会拒绝 明白 明白 共享权限制 安全性 多会有大 其所以好 而且 取得最严格的权限 啥意思 不管是共享能够拒绝 还是本地权限能够拒绝 这个能够都不好 只要有一个拒绝 就不能放 两个权限都是一起 明白 明白 啥意思 我再说 一般不会给这个拒绝 一旦拒绝了之后 拒绝了之后 拒绝的时候就想到 你给的最一样 什么拒绝都不能使用 听懂吧 你最多是把这个拒绝去的 就行 听懂吧 有关键 能听懂吗 对路路来讲 远程动动动 是不是还有一个拒绝 OK 好了 可以了 说到远程动动 我多说两句 啥事 温度斯 这个 共享无路的这个选项 或者说这个功能 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不安全的 所以 你还记得吗 你们的360或者金山去扫描你的电脑的时候 如果你有目录共享 他会说什么 啊 说什么 这是安全隐患吧 建议你的吧 关键吧 大多数人是不是选择忽略了 但是我想说 各位 这个远程共享 另用的是Net-Bias协议 Net-Bias 我刚刚讲过 收成为做主经决规定的那个东西 它是局法内最常见的共享协议 导致这个协议 所以从Windows诞生之初就一直存在以来今天 导致绝大多数的局域网的病毒和物码 都会通过这个协议的端口进行传击 你明白他说什么 所以啊 这个服务本身没什么问题 只是什么 针对这个端口攻击的这个病毒和程序 是个大量的存在 你明白他说什么 所以是吗 因为针对它的攻击大量存在 所以什么 静量是不是就不要开 开的话 什么中毒的可能性 是不是就会大大增加 为什么 咱们在局域网内 局域网内 经常性能就会中毒 哪怕装了什么13个月 装了金帅 还是有那一办法 人间是吗 其实跟这种东西有很大关系 一个是对 再一个就是 再一个就是对 啥 优盘 啊 再一个是什么 是不是就是优盘 你们听懂啊 所以啊 你们在使用的时候都要小心啊 优盘和这个 运动用盘 包括这个网络军 这种 没有必要是都不开 啊 开了之后 如果用完了就可以干嘛 这玩意咋关的 快了 这十分一气我还不太分脏 这个吗 OK 好 用完了是不是有关键 能看吗 有问题 有问题 还有 我看一下我的讯息能开心的开了吗 能开了我 还是用2008了 2008相对来说 用的比分期还习惯点 去哪了 去哪儿 啊 很 好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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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在这里管理打开之后,各位角色功能存储,应该是在配置,这是它的管理方法,本地人会合作。 好了,这是Sora 2008的改变,但是基本上和我们的Windows 2000,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只是相互顺序改了一下,可以吧,看起来没问题吧,没问题吧,传线都得加,拒绝传线。 继承权线就是指的是,此文件会继承副文件的权线,就会让我们看,刚刚那个文件的权线其实是从文件夹寄出来的,明白吗,有没有问题。 好了,这是读取权线,允许权线,如果有允许和有拒绝的区别,我刚刚是不是也解释了,对吧,好了,N3S权线其实还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东西,OK,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简单了解一下,这个东西不需要你们详细地去知道,好了,只是有知道它的一个过程就行,好了。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